接着也是一些朋友留言给我 他说珍贵的照片想不到在80年代 还可以看到我80年代的作品 朴实的生活反映着当年年轻的摄影角度 是的 我当时很年轻的摄影角度 如果大家年轻都拍到相片的话 我恭喜你了 你未来应该做得不错 期待再多看一些当时的影像 是有的 我会陆续整理的 我现在在做我的断捨离 然后清掉我的集乱的东西 我就会找一个很有空的地方 可以把我的旧作品重新整理出来 OK 我告诉大家时间会过得很快 我不知道大家看影片的你今年多少岁 时间会过得很快 你的摄影路也会很快地过去 你要趁着机会多拍一些照片 争取每一个展示的机会 我当年错过了 我拍了这批那么好的照片 我没有把它好好发表 然后我放在那里 然后我做我的摄影杂志 放弃了摄影 从事摄影推广 我从事摄影推广 我在摄影推广做了三十多年 而我自己这些照片 摆了三四十年 所以我没有做到一个好的摄影师 我只是做一个摄影推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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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留言说一下影成什么样 坦白说 你们其实都是很行的 每一位人都行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很公平的机会 问题是你争取不争取 当年我放弃了 当年我错过了 当年我把这些作品放下了 没有拿出来展示 是我的疏忽 是我的遗憾 但是我都从事摄影相关工作 走了去搞摄影推广 出版摄影杂志 今晚不叫你买杂志 算了 要买在上高就买到了 断写来 太多东西了 有点感触 走了去搞摄影杂志 然后就把我的摄影创作 放错过了 放下了 轻轻放下了 然后就全力做摄影杂志 拍的照片都是工作要的照片 而不是我自己的照片 照片是没有 照片是空的照片 但是大家可以熟了 放下了 照片是空的照片 照片是空的照片 就这样做的 它就要是空的照片 在我的照片 所以大家可以解决一下 然后就融化了 照片是空的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是空的照片 是空的照片 照片是空的照片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